昨天我国政坛经历了动荡的12个小时 随着马哈迪辞职 元首解散内阁 图团党宣布退出西盟 阿斯敏带队出走蓝眼 在509全国大选中推翻国阵 并且入主不成的西盟政权 敲响了丧钟 宣告瓦解 成了连一届五年都不到的短命政府 那如今大马政坛 风起云涌 政局未定 而在这一段权力真空期 到底谁会是新一任首相 看就看 谁能够向国家元首来证明 自己拥有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 那谁就会是我国的第八任首相 而就在今天 大马历史第一次出现 国家元首召见了所有国会议员面谈 以确定他们到底支持谁出任首相 国家王公总管阿末法迪尔 今天在国家王公向媒体来汇报说 元首依照联邦宪法 也就是元首必须委任多数议员支持 及信任的人来出任首相 而个别会见了议员 阿末法第二指出 元首从今天下午两点半开始 会见首批的90名议员 每名议员都有预计 两到三分钟的会面时间 直到晚上的七点半 而明天将会继续会晤其他的议员 他相信在明天之后 陛下将可以确定 谁获得了多数议员的支持 而出任首相 那大马历史头一遭 国家元首赵健的全体国会议员 来面谈 决定谁出任首相 组织政府 收到消息的媒体大讯 今天一大早就在国家王公外头 严阵以待 我们马上来看八点自热报记者 庄文杰和严伟俊 驻守在国家王公的现场报道 正确动荡进入第三天 国家王公外依旧是国内外媒体的一级战区 国家王公侧门这里 媒体的镜头关注的是谁从这里进进又出出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像现在这样 顶着三十几度大太阳 在路旁的大树荫下 继续写稿 剪接 速速用餐 然后继续 手朱带兔 不少媒体都说 不知道像这样 要在大树下办公的场景 会不会没有终点 所以必须想个办法 找个稍微舒适的角落 才能够及时为大众传递资讯 从天亮 收到天黑 又要加班 恐怕也是非常时期的 非常策略了 午餐时间 陆续有企业和个人单位 来给媒体送简编午餐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也准备了些快餐 发给记者 这稍微缓和了 政坛动荡的紧张场面 而接着陛下也交代 接下来两天 要面谈国会议员 是他的责任 也希望是解决争端的 最好方法 我们很关心 我们只是 不关心 让我做职业 希望你们能够 找到这条选择 要得到 应该 好吗 没事 请不要 谢谢 今天下半场 进见国家元首的大戏 隆重登场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遭 222名国会议员分今天和明天 来到国家王宫进见元首 向元首表态他们支持的首相人选 而每一位议员 每一台车辆现在进进出出 都在决定国家进程 今天元首预计会召见90位 原先是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可以看见由巫统前部长 乘坐私家车前来 被称作是目前含金量最高 政坛造王者的沙拉越政治联盟GPS 声势浩大 但是非常节约供车前来 人要是多的就集体坐巴士吧 这台上面在的是一党的人 而后面跟着的是巫统的人马 而默默地有看到巫统总秘书 安努亚穆沙坐在车头跟镜头招手 而结束会面出来的一党议员 还笑笑地跟媒体比了个赞 如同刚刚的画面当中 大家看到的222名国会议员 将会在今明两天 分批规见元首表态支持谁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和国会议员面谈时 向他们发出三道问题 第一 你是否坚持之前所签署的宣誓书立场 第二 你认为应该解散国会 还是组织新政府呢 以及第三道问题 你会选马哈迪 安华 还是慕尤丁为首相 那就是这三道问题来决定谁是首相 老子丹阿都拉陛下和国会议员 老子丹阿都拉陛下和国会议员 感谢观看